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逊他所做的军事部署是完完全全 必须要征求谁的统计 必须要征求孙权的统计 我们一般去讨论宜林之战的时候 就是完完全全只看蜀汉的决策 我们不去看东吴的决策 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看 刘备为什么要东征孙权 有很多人讲他是为了报官与之仇 他要夺回荆州 那些是原音 但不是祖音 原音跟祖音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赵云反对 诸葛亮不讲话 还有一个秦密 就是属中代表人物 属中代表人物 他们这三个 你看一个代表原从集团 一个代表荆州集团 一个代表益州集团 除了诸葛亮的 我们看原从集团跟谁 跟益州集团的全部反对 诶 奇怪的是 各位有没有发觉 奇怪的是 东周集团在这一方面 就是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况且东周集团追随刘备出兵的人 实在是不多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东周集团几乎没有 就是说我们去看一个历史问题 就是刘备为什么一定要东征 是什么原因促成他东征 这个在历史上面没有交代 几乎没有交代 我们只看到了赵云反对 秦密反对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 刘备东征的整个过程当中 二十多位将领 大概十六位是 全部都是荆州集团的 黄泉 黄泉 陈吉 他们两个是益州集团的 十六加二等于是十八 还有再加上两个 两个 就是东周集团勉勉强强算一个刘八 可是刘八 他本身是荆州人士 一个刘八 还有一个就是李淼 我们看这二十个人 里面荆州集团就有十六个 所以我们去看 刘备为什么非要东征 非要东征 诸葛亮讲 如果法正在的话 就能够自止刘备东征 纵然不能自止的话 我东征 不会败得那么惨 这个是诸葛亮讲 讲的是事后诸葛讲的话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 就是促成刘备的东征 一定是孙权跟陆逊的动作 尤其军事动作或者政治动作 会严重影响刘备在蜀汉的根基 所以刘备才会不顾一切地 拒绝群臣的建言 然后呢 他一意孤行的一定要东征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来讲 孙权图谋习俗 因为陆逊所有的做法都是透过了谁 都是透过了孙权完成的部署 那孙权的哪一些做法去刺激刘备的敏感神经 各位来看 第一个 周太 领汉宗太守 孙权袭沙关羽以后 在刘备东征之前 他突然任命了东吴宿将 就是老将周太 领汉宗太守 领汉宗太守是什么意思 汉宗在哪里 汉宗在三八的上方 就是八东 八西 八郡 三个地方的上方 就是过去 过去张河 夏侯渊 可以控制的区域 那他叫周太领汉宗太守的用意 史书上面 箭图 逐箭的箭 图谋的图 箭谋 箭图八守 就是说孙权也想要进军八守 所以才会发表周太领汉宗太守 那第二个 对刘备刺激最深的是 孙权突然发表 刘章为益州刺死 把他放在什么地方 把他放在了执规 各位看 刘备从建安十六年进入四川 到建安十十九年 刘章投降 把他送往公安软禁 把他送往公安软禁 就是刘备占领四川的时间长达了三年 就三年的征战 他才拿到了整个的八守 他拿到了八守以后 各位再来仔细分析 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开始 一直到建安二十四年 总共他要蒸发汉宗 所以我们从建安十九年到建安二十五年 建安十九年到建安二十四年 我们看看他五年的时间里面 他几乎全部都在征战 建安二十四年刚刚好 刘备拿下汉宗 他自封汉宗王 然后到了最后 关于北伐 关于北伐的整个过程当中 建安二十五年 法阵那个时候没有死 而建安二十四年 十月 刘备就知道关于兵败 到了十二月 十一月的时候 应该关于死亡的讯息就已经传到了成都 这个时候 法阵没有死 刘备必然跟法阵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 刘备信任法阵的程度是超过了诸葛亮 所以我们可以看 当法阵没有死之前 谁在劝刘备不要东征的 这个人应该就是法阵 第二年法阵就死了 东征前 法阵死了 法阵一死以后 没有多久 刘备称帝 就是你把时间序稍微排个一下 为什么刘备在关于死后的两年 他才决定东征 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他要东征的话 他就应该尽快东征 拖个两年 说为了报关于之仇 这个不是非常奇怪吗 那显然在法阵的生前 是告诉了刘备东征的利弊得失 但是因为现在的死料 三国志没有讲法阵如何劝谏 刘备 对 但是我们可以说 在法阵传里面 你留下了诸葛亮的一句话 如果法阵在的话 就能劝阻刘备东征 纵然东征在法阵的主导下 或者在法阵的仇博献策下 刘备也不至于惨败 那这句话 你很多人说 诸葛亮不负责任 他是叫做事后诸葛 不对 诸葛亮讲的话 为什么不把它放在诸葛亮传里面 而非放在法阵传里面 各位去想想看 诸葛亮为什么讲事后诸葛的话 那显然 这个就跟谁有关 这个人就跟孙权的政治动作 将刘章放在执规 然后发表他担任益州刺史 就是让刘章回到益州 我刚刚从时间序上面已经排列了 从建安16年 刘备进入到巴蜀十年间 整个益州 整个益州全部都陷于什么 战争的动荡之中 就是刘备几乎年年出征 几乎年年出征 一直到建安25年 至少在建安24年底 没有 24年底 刘备从汉中回到成都以后 建安25年 到隔年 刘备称帝 我们可以看 这个长达两年的时间 刘备没有蒸发以外 从16年到26年 长达10年的时间 刘备在益州所做的事都是穷兵独武的事情 这个对于蜀汉的经济 这个对于蜀汉的人力 然后这个对于蜀汉内部 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孙权那个时候就发布了 刘章任命为益州赤士 各位想想看 刘章本来是益州之主 那四川人看到刘章 虽然是嫌他软弱 但是至少刘章 刘备父子在益州的时候 他们从来没有对外蒸发记录 当然偶尔是跟刘表之间 有那个军事冲突或者军事摩擦 但是那个不到战争的地步 所以四川巴蜀人士看到刘章 各位想想看 刘焉刘章父子在益州二十年 没有对外用兵 刘备近来十年不到的时间 年年用兵 两相比较之下 谁对巴蜀有吸引力 当然是刘章 况且刘章这种做法 根本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也就是促成了刘备在东征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大量运用东周人 或者是益州人士 我刚刚讲过了 一个是黄泉嘛 对不对 一个是陈吉嘛 黄泉 祥魏 陈吉 兵斑 战死嘛 一周只有两个人 而且黄泉愿意担任先锋 黄泉愿意担任先锋 刘备为什么反对 把他派到北边去防守东山郡 然后去防守襄阳 来自于朝魏方面的压力 就是因为黄泉曾经担任过刘章的主部 就是刘章办公室主任 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了出来 孙权的居心险恶 我们不能讲居心搏撤 就是居心险恶 就是显然孙权在打刘章牌 那这一张牌 对于蜀汉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一周人拿刘备跟刘章这二流做一个对比的话 显然他们怀念刘章的比刘备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至少刘章不会穷兵独物 不像刘备进入益州十年征战 搞得益州是名声不宁 所以我们去看 那就是说刘备的东征到底有没有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是在政治 而绝对不是在军事 这个时候如果孙权进归巴蜀 然后刘章又要回到巴蜀的话 这个就是直接影响到刘备统治巴蜀的正当性的问题 这是刘备不得不考虑的一点 还有一个 好 各位来看 陆迅的战略防御 陆迅他表面上他的部署是静态的 但是他的实质上 各位去看看李毅刘是巴蜀旧将 是跟着刘章的一些将领 对于巴蜀的形式他们非常的了解 你把很了解的人把它放在前沿 然后随时要进军巴蜀的时候 这个对刘备来讲 他的政治讯号已经非常清楚了 你们就想带着刘章进入到哪里 进入到白地 就是进入到渝市 就是蜀汉跟东吴的江界 就是江关都尉 所谓江关 江关 江关 江关就是现在的白地城 只要过了三峡的第一站 就是白地城 刘备当年进入益州的第一站 就是白地城 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孙权 图伯 西蜀 为什么这里要讲西蜀 原因非常简单 孙权对于蜀汉的称呼 只有两个称呼 他都称为西国 或者是上国 就是长江上游之国 或者是在我东边的西国 他很少称什么 称汉 就是换句话说 孙权根本不承认 刘备称帝的合法性跟正当性 所以他讲他是西国或者是上国 所以孙权 图伯 西蜀 就是显然还是把刘备 当作一个重属地位 就是复从的地位 好 复是复属的复 他把它当作一个重属地位 又不承认他称帝的合法性 又把刘章放在指规 你又把巴蜀的旧将放在吴山 你的政治图伯是什么 你又派老将为领汉宗太守 就是说种种因素加了起来 让刘备有一个印象 你既不承认我的正当性 你也不承认我的合法性 那更重要的 你把我的对手跟死敌 统统放在前线 那你的目的为何 这个就是说刘备必然要 冰发东吴的原因 那从这一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你陆逊的部署 那这一些部署 显然是得到谁的认可 显然就是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嘛 孙权叫陆逊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 刘备他为什么称帝后 第一件事情他非要发吴 而不是发朝魏 照云讲得好 国贼是朝魏 而不是孙权 但是刘备为什么不听 是有他的道理 毕竟君主的一般的政治高度 是比他的比一般战将的政治高度 他要看得远 因为影响的是 刘备在巴蜀统治的正当性跟合法性